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是超级变换形态前后的眼睛部分贴纸 这边要注意 这只是一张普通的贴纸 而真正的热感音贴则是用这样的小袋子进行到了包装 同样也是附带了一张说明 另外还有配备到一可和平心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蟑螂恶霸的主体 盒子内部是有配备到这样一根尾部配件 整条都是这样的软胶材质 基础形态下我们可以通过这块凸起 对于它皮皮上的这块凹槽给安插上来 我们先看到这边 整体所有的金色部分全都用到了金属色涂装 大体看起来还是显得相当亮眼的 但是我们拿近看可以发现 边缘这一圈并没有涂得非常到位 并且在一些细小的地方也存在这样兴兴点点的一漆 胯部这一块裙甲也是软胶材质 背面通体蓝色的塑料原色 仅有的三处黄色分色也是通过刚才我所展示的贴纸来完成的 再来看到双手部分 个人是感觉刻画的相对比较肉了一些 尤其是这个拳头部分 刻画的相对比较模糊 随后看到脚部也是做到了一定量的分色涂装 只不过我这一款的漆面还是有一定的瑕疵存在 接下来看到基础形态下的可动 由于手臂这一块被限制住了 所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可动的 唯一就是手腕部分可以经营到360度旋转 另一只手的可动幅度也是相同的 只不过我的这一块非常的松 最后就只有下巴部分可以进行到下翻 整体这一款我把玩几个来回下来 基础形态下出现的一个问题跟大家提到都相同 就是反过来超级形态的头部会这样掉落出来 向内收的话是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卡扣感 可以将这个头给扣住的 随后就是把玩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像这样 玩着玩着一条腿就这样松脱下来了 不过整体的一个金色漆面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超狼恶霸开始进行超级变换形态 左右两侧部件翻起 向后旋转 手臂拉出摆直 转到后方看到背部的按钮 按下将两腿弹出 最后将头部翻出 卡住 好了那么已经完成了这非常简单的变形过程 超级形态下首先是头部晶莹部分都使用了金属漆涂装 但是我们拿近看可以发现 头部的部分银色的地方还是有这样的一期存在 腿部下半截弹出的部分不论是正面还是背面都可以看到金属漆的涂装 而手部相对比起基础形态下可动就丰富了很多 可以进行到大幅度的上台 360度的旋转 但是曲走幅度就30度左右 可以将尾部取下 安插在手心 依靠手腕部分的旋转环节 武器也可以进行到角度的调整 腿部同样还是没有任何的可动 而需要注意的是超级形态下你要还原成普通形态的话 两条腿需要一起向上按压 才可以给卡住 如果说一条腿一条腿向上推的话 可能会出现这样弹簧定不住的情况 整体弹簧下弹的力度也是相当不错的 最后是它这个眼部热感应贴部分 虽然说是用手指30度以上的温度保持5到10秒钟 它会变成一个没有眼珠子的状况 是在这个录视频的情况下 我上面打了个台灯应该温度也不低 我现在使劲揉错了半分钟左右了 这应该是它能达到的一个眼珠部分最淡的效果了 而这边需要注意的是内部对应眼珠的这一个位置 正好有螺丝孔那就不能使用揉搓了 只能说慢慢污 不然的话可能揉搓之后会 像我这边已经稍微有一点了 会在贴纸上方出现一个螺丝孔的印记 好了视频最后也是请出同为KO 但是是西瓜家所推出的另外两款 前段时间跟大家进行过视频分享的 刮刮丸子龙 进行一下互动对比 整体这一款蟑螂恶霸目前的定价是149元上下 那就和西瓜家先前推出这两款价格是差不多的 相比之下虽然说这一款蟑螂恶霸 整个金色的漆面让我感觉非常的漂亮 但是如果拿来和西瓜家的产品进行到对比 又缺失了自己前家的齿轮关节 对比下来同为一张半左右的定价 大家觉得是值还是不值呢 总之以我而言就是第一系列机器人又多了一元 那接下来也是非常期待后续还没有出的角色 以及期待许愿一下 希望卡布达巨人也能快快出来 好了这就是今天要来跟拿一起开合把玩的 来自吉欧家KO的这一款万代铁甲小宝系列张网恶霸 如果你也喜欢魔王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或者私信友情讨论和交流 我是海岸 期待你三联合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当中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